看我 我不是中國人 當然不是 你們一次看到我 你就知道我不是中國人 我還沒出過中國 我的老家也沒有很多中國人 可以說中文對我來說是一個新事情 所以上個學期 第一次做上一年級的中文課 我就對中文有了很大的興趣 我喜歡中文的法音 我們都練習聲調 媽媽媽媽 我們說媽媽騎馬 媽媽媽媽媽媽媽 如果你一天說過中文的話 你一定聽得懂 我們都練習聲調 我們也說 十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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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們說聲調特別重要 別忘了你的聲調 如果你說錯了 不但別人聽不懂 而且你自己還會鬧笑話 我每天都說錯 很多字的發音一樣 可是意思不一樣 比方說問和文 老師很帥和老師很帥 我喜歡聽音樂 或者我喜歡聽音語 有時候我說錯的時候 會讓我的老師笑 可是他們知道我想錯的意思 然後他們幫我練習說好 我有時候還忘了聲調 可是聲調是這麼重要 我希望我會學好中文 謝謝 你覺得中文的聲調很重要 那你覺得自己很帥還是很帥 我覺得我是很帥 謝謝